首先福建在脑海的第一幅画面 便是大同百货顶楼 一座属于孩子的游乐场 我们站在拥挤的人群中 伸长脖子仰望城堡的钟楼 当秒针一点一滴逼近整点时 我的心脏就像一颗被掐紧的气球 兴奋的快要爆裂开来 整点了 一阵轻快的音乐响起 城堡大门拍子打开 白雪公主和七矮人 鱼贯地从门后面走出来 在人群上方开始快乐地跳起舞来 空气中一时间似乎傻满了神圣的金光 缤纷的花雨 一一落在我仰望的脸庞上 我着迷地看着这一幅画面 看美丽的童话带着屋顶上的人群 腾腾地往天空飞升 飞离了这一座灰扑扑的城市 然后记忆的蒙太奇跳到下一幅画面 也是在屋顶上 那是我位在大连街的家 一直到很久以后 我才知道那原来是一条高雄有名的皮鞋街 如今它却和人一样 走过了兴盛和衰落 也随着时光悠悠地老了 但在我的记忆中 它却还是朴实清纯的模样 两排低矮的透天处 终日安静得不得了 有一天 我放学回家 忽然见到屋内床上 躺着一个短髮的女孩 母亲说那是大姐回来了 我却却地走近 她推开棉被做直身子 掀起蚊帐的一脚 对着我微笑 我没有开口唤她 因为我开不了口 大姐二字太过陌生 而她也没有说什么 只是安静地笑 她的嘴唇弧线特别鲜明好看 听人家说那是菱角嘴 注定一辈子能言善道 但她却始终沉默着不说话 背窗而住 迷茫的围光打在她裙子下一双少女特有的 滑顺而赤裸的小腿上 其实那时我更感到亲近的 不是姐姐 而是一位住在隔壁的小女孩 她和我同年读同一个国小 同一班 她家中确实是开皮鞋店的没有错 或许竟是这一条大连街上卖鞋的先驱者 女孩的身上总散发出一股浓浓的皮革味 就连头发眼睛和皮肤的颜色也像皮革一般的有黑 放学后我们两人经常一半结伴一起回家 大老远就看见她父亲站在店门口 高大的身影如同是一座小山 而山的阴影就落在橱窗内一双双排列工整的皮鞋上 我们走到门口就到再见各自回家 过没多久 女孩就会从楼上的屋顶翻过一道小矮墙 来到了我家 趴在漆黑的楼梯口 槽底下大喊我的名字 我一听见 便蹬蹬地往上面跑 仰着头 看见她的脸旁 从楼梯的镜头探出来 背着天光 但她的身后却是一方明朗的不得了的蓝天 充满了耀眼的阳光 我一口气跑到屋顶 上面风大 吹着我们两人的短裙哗啦啦的飞扬 而屋顶上除了一座水塔之外 其余的空间全是我们的 我们玩跳格子 玩扮家家酒 两个人都争着要当妈妈 就是没有人想要当爸爸 因为当爸爸太无聊了 除了坐在椅子上喝茶 看报以外 什么事也没有 但当妈妈却好玩多了 可以化妆 煮菜 扫地 洗衣服 照顾娃娃 我们对于父亲的角色 实在是缺乏想象 我好像从来不觉得 这缺乏想象是一种痛苦 更没有察觉到 那是因为在屋顶下的我的家 只有母亲而没有父亲的缘故 所以我无法想象 父亲到底在家中会做些什么 而邻居的女孩也不能 因为他的父亲总是坐在皮鞋店门口 就像是一座沉默而严峻的山 我们的年纪还太小 并不能意识到生活中所隐匿不见的缺憾 只是趁着放学的午后 在屋顶上快乐地嬉戏和奔跑 而放眼望去 四周围没有高大的建筑物来破坏天际线 所以地球还是浑原且完整的 我们在上面跑着跑着 不禁幻想起自己是一只随风远式的风针 把整座大高雄全都踩在自己的脚下 而在这些画面之中 却又眉头眉尾地插入了另外一幅 那时大姐站在屋顶上靠着矮墙 一遍一遍吹起口哨 仿佛是她回来了 所以我特地带她上楼 去探访我的秘密基地 我站在她身旁 垫起脚尖 拉住她的手背 也拼命撅起嘴来模仿 但总吹不成曲调 只能发出滑稽的徐徐声 于是大姐被我逗得哈哈大笑起来 屋顶上风大 吹乱了她一头青春的短发 她抱着肚子笑弯了腰 我好像从来没有看见她笑得如此开心过 傍晚时分 我们并肩站在屋顶的墙边 甚至可以看见母亲下班回家的身影 从地平线浮出来 沿着大连接向我们走来 就像是一轮早出的月亮 高雄至于我 宛如是一首飘扬在屋顶上的童话 或是木歌 在风中一一地落去了 落入了缠缘的时间之河 一直落到了最底层 直到我六岁那年 读完国小一年级 母亲宣布我们即将离开高雄 搬去台北 但那时的我却还不能知道 我从此就要失去了这片屋顶 当家拿去了上面的宝盖之后 就只剩下一个赤裸裸孤零零的人 无助地匍匐在天与地之间 于是在十多年后 大同百货毁于一场大火 城市也陆续盖起了摩天大楼 一栋比一栋还要巨大高耸 而我说曾经奔跑过 和欢笑过的那一片屋顶 终于彻底消失得无影无踪